伊朗时间凌晨3点多 首都德黑兰夜空传来一阵猛烈的巨响 爆炸火光闪个不停 这一片亮光的地方就是伊朗的军营 然后在这片军营的上空 刚刚我们拍摄到了防空系统进行拦截的相关的画面 央视记者在德黑兰直击爆炸瞬间 以色列说到做到 正在美国大选前对伊朗展开至少两波的报复打击 而且预计长达数个小时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坐镇战情室指挥 报复伊朗本月初对以色列发动200枚飞弹的空袭 但是乙军强调动手之前有告知美国 而且信守对美国的承诺没有打击何设施 事发突然伊朗跟邻国伊拉克紧急关闭了领空 所有航班立刻绕道回避 目前伊朗的损害跟死伤都不清楚 伊朗先前就暗示过 要不要还手端看以色列的打击程度再决定 不过今年4月乙军首度打击伊朗的时候 只有摧毁军方的雷达战 当时伊朗认为损害轻微没有还手 但是这一次伊朗媒体已经说 伊朗准备好要回应乙军的侵略行为 中东的战火有升温的风险 TV圈中不倒